吉祥如意 欢迎你们看直播 也欢迎你们看重播 今天我们说的是命挂赵乾坤 今天是76课 76课 11月2号2021年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呢这个叫命盘 那么在学今天的课程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有命盘 你如果没有命盘的话也可以 你先学 然后到时候再买命盘 也来得及 也来得及 今天我们教的是命挂赵乾坤 命挂赵乾坤第76课 11月22号2021年 在这个地方教大家 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学习 好我们简单的说这个命盘 简单的说命盘 首先我们要懂这个地方 我这里也放大 让大家容易看 这样子 这样大家就能看得比较舒服一点 不要舒服一点 一定要记住 这个叫八字 这个叫八字 年月日时 这个要基本上要会看 尤其是第一次来的 第一次进来他们有可能就有一点反感 因为看这个他不喜欢看 有一点反感 其实不要反感 因为这个跟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的这个运势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他虽然没有全部 因为看你本身了解多少 但是呢 他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一定帮助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地方 年月日时 那么很多人呢 都不知道他本身自己的五行是什么 因为有人说他属金 有人说他属木 有人说他属土 对不对 都搞不清楚了 乱七八糟了 对不对 不用担心 这个的底下 这个字呢 就是你的 你本身自己的五行 你的五行属什么 你就看这个 这边写金 就代表你是属金的 就是这么简单 看了 我写到这里 是自己原神和命运的主人 叫命主 你一定要懂这个 你不懂这个的话 我们说起八字来呢 你们就 就学不会了 学不会了 所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是命盘 那么 上面这个 现在我们看一下下层 好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就是 我们的大运 中间这个column 是我们的大运 我们的大运 每十年一次 每十年一次 我们叫大 所以哈 你的大运 不是代表说 你走好运 不是哈 大运就是十年 所以每个人 都是 很多人以为说 它是从零岁开始 每个人都是从零到二十开始的 零到十五岁开始 其实不是 不是 千万不能这样想 你这样想就完了 你的这个 每个人就是 每个人就是 零岁开始 那每个人的 这个素寿 都是一样的 那是不对的 听清楚了 那是不对的 要记住了 所以这个就是 它是从六岁开始的 六岁开始 它是从十六开始 它是从二十五开始 所以六到十五 十六到二十五 二十六到三十五 就是这样 大家要记住 要记住 那么你们今天所学的 千万不要不要跑掉 千万不要跑掉 因为这个课很重要 今天这个课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所以一定要记住 当你拿到这个命盘的时候 你无形中就知道 你现在在走哪个运 而我的设计是 如果你现在是在走 这个十年内的 那这个青色就代表你现在 你现在的这十年 你是在走这十年内的 这十年内的 然后上为正裁 下为正裁 财新通透 有没有 观映长下 那是代表什么 我每次 我在很多的直播中 我都有解释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么这个青色的 我把它拉长放大 就来到这里 因为你现在在走 这十年的运 而每一年的运 我会放一个黄色 黄色就是在2021年 你今年你在走这个运 明年你就跳过去了 所以这个黄色代表说 你今年在走什么运 这个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非常非常专业的 明白了 还有在这个地方 我也要教导大家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其实就是你的农历 你的阳历的生日 按摩的生日 跟你的身份证的 这个是你的农历的 农历 有些人是论三月出生的 所以这边也会自动的 你只要给我们这个 我们就会找出来 你是属于是什么月份 你是属于是什么月份的 什么月份的 这个农历 什么月份的生日 然后这边呢 是代表星期几出生的 在这个地方 是代表你是星期几出生的 在这边 那么这个星期四 大家要记住 这一点呢 很多人他们都不懂 很多人他们都不懂 就是你本身自己 是星期四出生的 那么每个星期四 也就代表我们的 急心会比较弱 每个星期几出生 也就代表 那一天我们的急心会比较弱 比较弱一些 比较弱应该怎么做呢 在这一天尽量的 要保持心情很愉快 要靠着我们的心情 才能够将我们的急心呢 给拱上来 要靠这个 才能把我们的急心 给拱上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这个要靠这个 好不好 要靠这个 记住了吗 然后这个呢 好 这个就是29号 这个29 这是农历哦 看到吗 农历29号 在这一天呢 我们建议你们 可以焚烧我们 的那个 天理贵人经啊 造财经啊 在这一天 我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时候出生 你要看你这里 农历的这个日子 那么一个月内呢 你可以烧 比较多份给你自己的原神 很好 这个我们的客 我们的贵人们都 都反映啊 都反映说 真的是不错 挺好的 来 我们也介绍一下 我们也介绍一下 这个 来 介绍一本 这本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截图 截图了 等一下你再看 所以你每个月 什么时候出生的那一天 那一天 你可以呢 焚烧这个叫 天理贵人经 一年最多12次 最多12次 这个叫做 天理贵人经 这个呢 清贵啊 贵贤啊 多福啊 聪明智慧啊 出入 禁贵啊 等等啊 都会有 所以有些人一烧就烧三份 因为一个月只能烧一份嘛 就烧三份啊 他只能烧一次嘛 就烧三份 这种一包一包的 那么这个呢 这个看起来很像一样 其实不一样 这叫鸳鸯 这叫鸳鸯 你也可以截图 截图 等一下你去扫一扫 你就知道了 你可以截图 这叫鸳鸯 鸳鸯是什么呢 就是天理贵人 和招财经 二合一 二合一 当然啦 那个天理贵人的份量 就比较少 招财经的份量 就比较多 招财经的份量 就比较多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招财经 这个就是我们的招财经 看到了吗 这个是我们的药王经 我们的药王经 所以这些你们都可以 作为焚烧 这是我们的征运袋 这是我们的征运袋 我们不是烧给神明的 我们这个是烧给自己 自己的元神 这是财神经 财神经不可以烧了 这是放在门的上面的 放在我们的大门进口的上面 这本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本 四百多页 包括广告 好 明白了 所以首先第一步 你就一定要知道 你是在什么月份出生 你要知道你是在什么月份出生的 你在什么月份出生 你一定要懂 你一定要懂你是在什么月份出生的 来我这样子给大家看 所以你是什么月什么日 你记住如果你是在农历出山 你就在每个出山的时候 跟我们买这些招财经 这些烧 我们当然也有提供焚烧的服务 我们有提供这些焚烧的服务 我们每次做焚烧 我们就会跟我们的助理说 所以我们有做这个焚烧的服务 给大家看一下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焚烧的服务 这些都是贵人们 他们一个月里面烧一次的 一个月里面烧一次的 看到吗 这就是我们的焚烧的服务 我们会有做焚烧的服务 因为不方便嘛 有些人 他在农历29出生 你叫农历29烧 他要不就忘记 对不对 要不就忘记 他很难记得住 很难记得住 非常困难 你叫他记住 难得要命 难得要命 好所以记住了 记住了吗 我们有这项服务 好现在星期四记住 星期四 星期四就是每一个星期四 你是新一级出生的 你自己要知道 不知道不用几位 我们这个命盘会提供给你很准确的 那么一旦知道你是新一级出生了之后呢 下来呢 你就要记得在这个星期四 每个星期四心情要保持愉快 那是最重要的 那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记住了 明白 好 来 我们继续 这个表格还有告诉你 你的文昌位在哪里 文昌位在哪里 等等 我们人啊 有时候只知道自己的财位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却不知道你的钥匙在哪里 我们会告诉你 你的八字里面 你的钥匙在哪里 你的财位在哪里 你的财库在哪里 我们会告诉你 好 我们会告诉你 如果八字里面有财库的话 会比较好 就是这个字叫财 这个位 位记住了 位就是你的财库 以后你们有这一张的人 要看这个 位就是你的财库 懂吗 位就是你的财库 如果你的八字里面 有这个字出现 你是一个有财库的人 有财库不错 喜欢 开心 好 来这边 来到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地方 今天我们要讲的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 今天我们要讲的 就是这个 一旦知道 你本身自己的命挂之后 这个就是 你一生当中的命挂 所以这个人 是属于对挂 对挂 听清楚了吗 对挂 那么 你一定要以 生气天一排第二 生气排第一 这样子来排下去 理解了吗 这是属于是对挂 属于是对挂 记住了 对挂 一旦知道你是属于对挂的话 记住了 要来到这里 要来到这个 你一旦知道你是对挂的话 你要来到这里 我这样放 要来这里 这一排 要来这一排 看到了吗 你一定要来这一排 这一排看 看到吗 来这一排 对挂 你第一你要看到这边 这边是写你是什么挂 这边看到吗 这个字看得到吗 还是看不清楚 好 这个你看了 这个是你的挂 看到吗 你的挂 对挂 对挂 看到吗 这个呢 对挂 好了吗 好 对挂之后 你就要来这里了 你就要来到这里 你就要来这里 这边呢 就说 主心 大运 常复心 就要来这里 这边有写你十年的 十年的 对挂的人 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对挂的 如果你的命盘 你的命盘是属于对挂的人 对挂的人 有对挂对不对 来 来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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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地方呢 看到吗 这个地方 看到有青色的 青色的对不对 这个地方 好 来 我只说对挂的人 我只说对挂的人 先拿 拿纸和笔 来 我只说对挂的人 听清楚了 对挂 来 这个位置 对挂 这个位置写一个北 在这个位置写一个北 写一个北 来 第二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第二个 一二 不要弄乱 第二个位置写东北 第二个位置写东北 第三个位置 我就讲快一点点了 等一下 其他的挂等一下 第三个位置 第三个位置 写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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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位置 这里是第四个位置 好 第四个位置 写正东 写东方 写东也可以了 写个东 好 第五个位置 第五个位置 来 第五个位置 写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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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个位置 写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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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个位置 写西 北 西 北 第八个位置 也就是最后一个位置 你写到这里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到 是最后了 你要这样看 如果写到这里 后面还有两个 那就是你写错 你写错了 当然就写东南 因为东南还没有写 就写东南 好 理解了吗 理解了吗 来 理解 我觉得你们会理解 我觉得 我觉得你们会理解 好 来 我们现在说 刚才我们说的是对挂 现在我们说的是 前挂 好不好 前挂 就是 你这个地方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你这个地方 写这个字的 钱的 有没有 一定要把你教会 因为这个是很难的 越南我越喜欢教 就是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字 你这个字 有没有写 钱挂的 就是有没有钱挂的命 来 钱挂的人 请注意 这里第一个 写东北 这里写东北 写东北 跟着我写的 东北 东北 第二个呢 写 第二个 这个 第二个格呢 写西南 写西南 第三个格 写东 东 第三个格 这边写东 随便你要写 这边也可以 东 这边写 一写可以随便 第四个格 写南 南 这边写南 South 南 第五个格 写西 第五个格 写西 West 第六个格 写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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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个格 写东南 第七个格 写东南 第八个格 写北 写北 very good OK 很好 very good 好了 来 你们休息一下 你们休息一下 做得很好啊 做得很好啊 你要记住啊 你写的时候啊 对不对 因为这边有八个格嘛 对不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等一下你写到这里的时候啊 少了一个没写啊 那就是 没办法 那没办法 你要看重播了 因为你不用心 那要看重播了 不便啊 不要说我偏心啊 好 来 好了 来 我们现在又回到这里 好 这个位置 有没有写啊 这个位置 有没有写这个字 砍字的 有没有写砍字的 砍字 好 来了 好 第一个 记住啊 是这个位置啊 是在 如果你有这张的话 是在这里啊 祖星大运这边啊 这边有八个格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格啊 来 我们看这里 好 第一个格 来 听清楚先 第一个格写西南 第一个格写西南 西南 我如果来我们这边学习的话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来我们这边学 也是这样学的 西南 第二个格呢 写正东 写东啦 东啦 意思啊 第三个格 写南 这个格写南 南 第四个格 写西 第五个格 写西北 写西北 第六个格 写东南 写东南 第七个格 所以我说了 你们一定要有啊 第七个格写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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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北 这边写北 最后一个 也就是第八个格写东北 来 我们现在说 另外一个命格 另外一个命格 所以今天你学的 今天你学的 明天你一定要继续 今天学的人 明天一定要继续 好不好 来 现在我们说了 你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有没有一个更字 就是这个字 如果你是更命 你是更字 现在就在说你了 注意一下 有没有一个更字 要开始了 更挂的 来 更挂的 来 跟着我走 更挂的 来 听清楚 你一定要来到这里 你一定要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 还没有 我还没有这个 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今天全部都抄下来 等到你有这个的时候 就OK 你就马上就懂了 好 来 听清楚 听清楚 来 听清楚 好 这个地方 写 东 写一个 东 第二个地方 第二个东 这边 第一个 第二个 写 South 写 South South 第三个 写 West 西 West 写一个West 第三个写一个West West 西 第四个 写西北 西北 西北 第五个 写东南 东南 东南 东东东东东 东南 东南 第六个 写北 North N-O-R-D-H North 我只会spellNorth North 第七个 写东北 第七个写东北 东北 第八个 第八个 写西南 恭喜你 写好了 你可以休息一下子了 好 如果你的 命挂 你的命挂 这个地方 所以买这张 有什么好处 很多人说买了又没有用 有用的 我们交课你就可以用了 这一张 这里 写的是这个字 正挂 这个读正挂 是正挂 上面是个语 下面是个十层的层 好了吗 好 来 这个地方 你要写 南 South 南 南 南 South 南 第二个 你要写 C 这个你要写 C C West C 第三个 你要写 西北 你要写 西北 西北 NW 西北 NW 西北 第四个 你要写 东南 S E South East 东南 第五个 你要写 北 第五个 你要写 北 North 第六个 你要写 东北 你要写 东北 NE 第七个 等一下 第七个 你要写 西南 你要写 西南 第七个 要写 西南 第八个 要写 东 East 东 好来 你这个命挂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有没有写 这个字啊 有没有啊 逊子 有吗 好来 第一格 写 西 第一格 你要写 西 第二格 你要写 西北 第二格 你要写 西北 第三格 你要写 东南 第三格 你要写 东南 第三格 你要写 冬北 第五格你要写 冬北 第六格你要写西南 第六格你要写西南 第七格 你要写东 第七格你要写 冬 最后一个 也就是第八格你要写南 南 恭喜你 先休息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八字教得非常非常精彩 所以让你们呢 真的是要 命挂赵乾坤 命挂赵乾坤 来有这张纸的请 翻到这个部位看一下 请翻到这个地方看一下 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请问有没有这个字 离这个字 有吗 有离这个字吗 来 我们开始一定是找这个 这里啊 看到吗 你要找这个青色上面这个就是开始了 你要从这边写一点东西 你要从这边写一点东西 好 我们开始了 请听清楚了 这是赵乾坤 命挂赵乾坤 这个厉害 好 我们开始 这个地方写西北 写西北 写西北 这里就写东南 东南 第三个位置 写北 北 北 第四个位置 写东北 写东北 东北 写东北 第五个位置 写西南 西南 第六个位置写东 东 第七个位置写南 南 最后一个位置也就是第八个位置写西 C 好了吗 很好哦 会有兴趣真的是不得了哦 好 如果你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字 出现了这个 KUN 出现了这个 KUN KUN 我们开始了 好 看到青色的上面这个 你只要有这张纸看到青色上面这个 好我们开始 请写 第一个格写东南 KUN的人啊 不要乱写啊 东南 South East South East 第一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写北 北 北 North 写好了吗 第三个位置 东北 东北 第三个位置 第三个位置 第四个位置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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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五个位置写东 第六个位置写南 第七个位置写西 最后一个位置 也就是第八个位置写西北 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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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很好了 那就 very good了 恭喜你 你就八个卦都写完了 好 那么 一旦好了 我们就 很容易啊 就可以告诉大家了 好 就非常简单的 可以跟大家做一个总汇报 总汇报 可以了吗 好了 很好 很好 那么 我们这样子 既然全部都好了 我们就能够知道 首先第一个 就是 你这个 就代表 你现在 在走的这个 是什么样的运势 什么样的运势 而且这个呢 是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好 也非常灵验的一个运势 就是在告诉你 在告诉你 你现在的走的运势是属于是什么样的一个运势 你现在走的运势是什么样的运势 好 大家刚才是不是已经把方位给写好了 是不是 把方位都已经写好了 是不是 好 来 这个先推下 好了吗 现在 大家要写在这里了 记住啊 记住啊 好 哎呀 我很怕你们忘记 因为这个不好教 OK我讲啊 来 好 这样看得到啊 好 这样子啊 来 我们刚才教的啊 刚才我们教的这个 还记得吗 你们第一个写方位对不对 回答我对和不对 第一个你们写的是啊 东北 我写的是正西 我写的是南 我写的是北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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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的是南 我写的是北 回答 有和没有 是不是这么写 这个是北啊 这是东北啊 这是西南啊 师傅叫我写南北啊 南北没有了 这是西北啊 有还是没有 来 回答 好 刚才我们写的那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命挂造钱 这个就叫做 命挂造坤 两个合在一起 就叫做 命挂造乾坤 好 来 这个 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这个呢 当你 如果啊 你们在刚才啊 刚才所有的位置啊 东南西北的位置啊 东南西北的位置 你们已经写了 南的 南啊 已经写了南了 是不是 旁边写个小小个字 钱 写这个字 钱 来快点 不管你们在哪里啊 不管你们的是在哪里啊 不管在哪里 在哪里啊 随便啊 这边我写南 好 你就这边就写西 写一个钱 写个钱 乾隆皇帝的钱 快点 写个钱 快点 写个钱 好 如果 好了吗 写个钱 好 如果说是写东的人 写东的人 麻烦你这边写一个离 离 好 快点 这边东的人 写一个离在下面 要跟他在一起 要跟他在一起 写个离 西南的话呢 你写一个讯 西南的话 写一个讯 快点 你们要快点写 快点写 西南的话 就写一个讯在下面 快点 东北的 有没有 有没有写东北 写一个正 上面一个雨 还记得吗 下面一个十层的层 来快点 你不要懒惰啊 不要懒惰 你不要dick photo啊 快点 跟他写在那边 写北的 看到北的吗 你们写北吗 写北底下写个坤 写个坤 坤 坤 快点 写个坤 写个坤 快点 东南的 东南的写个对 东南的就写个对 写个对 西北的 西北的写个坤 没有良心 坤 没有点 坤 快点 如果你是写西的呢 写个坎 写个坎 快点 好了 应该没有问题了 好了 OK 好 那这个 刚才你们写的 这个 刚才你们写的 这个东南西北的 这个 这个 我们叫做 钱 我们 看不到 我们叫做 钱 现在你们写这些 挂位的呢 我们叫坤 我们就叫坤 这个就是命挂 赵乾坤 命挂 赵乾坤 好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记住啊 上面是方位 方位者为钱 底下是挂 挂者为坤 底下为挂 挂为坤 好了吗 我这样给你们看 应该应该没问题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没问题的 好了 好 来 现在可以开始了 嗯 太好了 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好 恭喜你们 成功获胜 好 来 我们现在就开始 教课 啊 现在才刚刚开始啊 对啊 嘿嘿嘿 我跟你说 这个很难 这个啊 每次教到 我不吐血啊 我的 我的学生都吐血了 而且吐的都是一桶一桶 OK 好 我们就以他为主 这个人为主 好不好 来 我们以他为主啊 第一个 现在啊 你们就不要不要去管了 现在 现在你就把他 他这个当成是你们的命 这样你就容易算命了 你就比较容易算 我们怎么样 照乾坤了 我们把他当成是我们了 好不好 我们把他当成是我们自己了 好不好 好 来 就打这个起来 我们把他当成是我们自己了 你现在不要再看你的八字了 你看你的八字你一定乱了 你不要再看你的八字了 我们就这样子了 这样子 来 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把这个人当成是我们自己 你要把这个 你要把这个人当成是你自己 你就容易算 你懂了吗 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你 大家都要把他当成是我们的 还没毕业 你毕什么 毕业 这个 那么快就毕业了 来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你的 也是我的 我们就这样算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样 等一下 OK 好 这个是我的命 这个是我的命 大家的命 大家的命 好 来 那既然是大家的命 我们就知道了 看到这个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大运我们写什么 还记得吗 这个是对 第一个大运我们写什么 对的 看到对的 一定是写什么 第一个 对 看到对的 这里呢 来 我看你们懂吗 第一个写什么 第一个北 对了 有没有人写北 有没有人写北 就这个地方你应该写北 因为我们现在是这个八字嘛 我们是这个命嘛 对命的 对不对 对命的 对啊 北啊 好 很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北对不对 对了 好 第一个我们写北 来 我也写 我也在这边写一个北 小小哥了 等一下没有未写 写个北 对不对 北 北的底下 我们会写坤 对不对 啊 这样子 好 北的底下 我们会写坤 是不是啊 好 来 我们就这样说 所以 所以呢 这个 6到15岁 你要写这样 6到15岁 看到吗 6到15岁 你要这样算 6开始算 6啊 6 7 8 9 10 好 这边就写 北上面就写 6到10 6到10 你要这样画 画一条线 好 6到10 他走的运 是 北 好 6到10 他走的这个运叫 北 北 北的运 要这样写 要这样写 好 10 11 12 13 14 15 11到15 11到15 他走的运叫做坤 好 来 没关系 第一格 有可能你比较乱 好 我们现在说第二格 第二格 第一格 他写的是北 第二格写的是东北 还记得吗 是不是写东北 对 东北 东北对不对 好 我们写东北 小小个字 写个东北在这边 等一下怕没有位 写东北在这边 那么这里是不是写16到25 16你要这样算 16 17 18 19 20 一定是五年的 16 17 18 19 20 好 我们这边写一个 16 到20 写小一点 20 16到20 对不对 16到20 那么上面写东北 下面写什么呢 还记得吗 一个鱼 一个城 镇 对啦 镇 所以21到什么 21 22 23 24 25 好 这边写21 到25 他走的这个运 叫做镇 懂了吗 来 这样子画 好了 这个青色的 只要你们看到青色的 就代表说 哦 再走我的运了 你现在的运了 当然也有人35岁 刚刚35岁 过咯 过咯 就明年就走另外一个了 不用紧 你看到青色的 就是说代表说 再走你的运就对了 再走你的运就对了 那么 这个我们知道他的运嘛 26到35嘛 第三格 他的第三格 他是在走什么运 第三格 西南 对不对 第三格 他是不是在走西南 走了东北之后 他是不是在走西南呢 对呀 在走西南 如果有抄下来的人都知道 他在走西南 我们先写一个西 先写一个南 再走西南 那么西南 看到了吗 西南 看到了西南 这个还没有写年龄 26 27 28 29 30 好 26 30 我们写一个26到30 因为他现在走青色的这个运码 最重要了嘛 看到了吗 我们要找西南 西南底下为迅功 OK 迅 那么迅 西南是迅 那么迅 迅 几岁呢 31 32 33 34 35 31 到35 好 看到了吗 好 这个恭喜你咯 如果你会的话 就是对咯 到这里就停了 因为他青色嘛 他青色嘛 我们就说到青 不可以说到完了 就说到青色就好了嘛 他26到35 那当然 你就要看他现在几岁 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这里咯 黄色的 2021年他29 29就是他在这里 好 我们写一个 2021 29 对不对 他现在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29这个位置 对不对 29这个位置 他在走什么运呢 在走一个西南运 在走一个西南运 西南的运势 西南的运势 来 写下来 好 来 26到30 29岁的他 在走西南运 来 请注意 西南运 你们现在 可以慢慢 我知道有些人 他偷偷的 他在看他 他现在走什么运 你先不要急 我跟你讲 真的 你这个先不要急 你越急 你的头脑 越空 越痛 你可能不信 不信 好 记住了 他现在在走 西南运 好 请翻开这个 西南 西南走五年 他西南运走五年 听清楚 西南运走五年 听清楚 听清楚 好 来 你要翻开 这个 这个是今年 2021年的 因为现在是2021年 西南运 对不对 你先翻开这个 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叫 等一下 我放大给你们看 来 这个是不是西 这个是不是南 所以坤为西南 懂了吗 西南 所以中间 这个叫 这边叫南 这边叫西 所以坤叫西南 记到吗 记到吗 懂吗 所以这个叫三臂 今年 他的走的运势 叫三臂运 因为三臂来到坤 懂了吗 三臂来到坤 懂了吗 三臂来到坤 懂了吗 懂了吗 三臂 三臂就是坤 好 那么 明年 那明年 我再写在这边 好不好 我这样写 我再写一个 明年是什么呢 来我写这个 2022 对不对 是不是30岁 2022年30岁 对吧 30岁 我们来看这边 看这边 30岁 还是一样 找西南 找西南 这个地方 这个是西 这个是西 这个是南 所以中间这个坤叫西南 他走二黑 懂了吗 走二黑 所以他 29年走 对不起 29岁走三臂 二十二岁 三十岁 明年 走二黑 其实 三二一 你就这么退 你就会知道了 你马上就能算得出 他这个时候的运势如何了 所以我们做个总结 这样子 我就告诉大家 听清楚 29岁 一锅 三臂 30岁 一锅 二黑 那么 在30岁 他的健康 就是30岁 他的健康 因逢二黑 健康不佳 因为 因为逢二黑 所以呢 他的健康不佳 这是一个 今年 他必定有 是非缠身 明年 健康不佳 然后 再回到 这个地方 第三个 第三个 回到这个地方 他这五年内 在走的运 叫西南运 五年 五年 在走西南运 五年 到了31岁 他走这个运了 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来 西南 西南 他在走什么呢 西南对他来说 是什么 天一 天一代表什么 就是这个 从26 到30 他在走天一 所以 天一 会化二黑 明白了吗 天一星 会化二黑 天一星 也会化三壁 所以大致上 他这个呢 是吉凶参半 之年 吉凶参半 之年 理解 那么到了 31到35岁呢 31到35岁呢 这个 来 我们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也有记录 好 来到这里 2023年 2023 这个地方 2023 这个地方 2023 这个地方 是31岁了 2023 31岁了 好 2023 2023 他几岁 他几岁 31岁 2023年 是什么年呢 2023 大家都知道 2023 是属于 什么年 兔年 他31岁 兔子年 兔子年 所以呢 在兔子年里面呢 我们看到这个 记住哦 这个是迅了 记住哦 这个是迅字了 迅了 不是西南了 是迅了 你不要搞错 迅了 来 迅的时候 看到吗 三臂回宫 看到吗 迅在这边 三臂又回来了 三臂 好 我们这边写一个 三臂 32岁的时候 不用我说了 不用我说 32岁的时候呢 就一定是 二黑了 那么 迅 来 迅代表什么 迅代表东南 大家记住 迅代表东南 东南 他遇六杀 看到了吗 所以他不要管这些位置 他要赶快找到 他的东南方六杀位 六杀 他犯了六杀 明白了吗 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 那么 他犯了这个 迅位 迅位 也就是我们说的 也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迅方 迅方 迅方对他来说 好不好呢 是属于他的六杀 六杀位 但是 赶快找出这个位 是为什么呢 来 听清楚 听清楚 这个告诉大家的是 有没有吉星 落入到他的运功星来 落入到这个十年大运来 有没有吉星 落到他的这个十年大运来 五年五年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你一定要记住 不管这边是什么方位 你看是六杀 来 我刚才给大家看 我再给大家看多一次 好 迅代表 东南对不对 是六杀对不对 是不是 好 你要记住 你要记住 这里说的西南 只是星的位置 就是飞星的位置 这边说的迅 也是飞星的位置 是他的八字的六杀的位置 听清楚 他一定要 当我们在走这个运的时候 听清楚了 听清楚 好 这个是重要的科目 重要的科目 听清楚 方位 你可以用来 看九星 看今年的九星 你到底在走什么运 找到一个九星 你就可以 连着退 比如说29的时候 29岁的时候是三 30的时候就是二 31的时候就是一 就是这样 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 另外一个格的时候 就是 26到30是这个 31到35是这个 不一样的 你要看每年的九星 你只要知道一个 你可以知道百个的 好 那么 记住 记住 现在关键问题是这个 西南方 不管是什么九星 不管是什么妖怪星 不妖怪星 极星不凶星的 不管这些 都可以化解的 迅方是他的六沙威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些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 东南 就是他的 大吉方 这边所 stated的 位置 所找出来的位置 都是他的 大吉方 都是他 可用之方 但 只能用五年 这个是六沙 你放一些东西 化六沙的就可以了 但是是他的大吉 明明是六沙 因为你一直沉醉 在东命西命 你没有走出来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命挂照乾坤 这个就能推算到 所以 为什么 前几次 我跟那个人说 你是西命 那你一定要睡在这个 正方 师父有没有搞错 正方是我的无鬼 你有没有搞错 他就不明白了 他不明白 正方 是他现在 当令 寻出 推算出的 一个吉方 明白了吗 懂了吗 我再重复 我们找到的位置 是 可以推算你的 今年 有什么心 掉下来 有二黑心 有六百心 有九指心 当然 这些心掉下来 对你是好的 二黑心 对你的健康是不好的 简单 好 训 训方也是 在通胜方面 训方也是一个位置 也是你的吉心 很好 凶心 不好 就是这样而已 就是这样 然后 你们就会去看 这个方位 这个方位 是他的什么吉方 这个方位 是他的胸方 六三 不好 这个方位 天一 好 不是的 这个方位 西南 是26到30岁的时候 他的 这个位置 可以 床头 也可以朝这个地方 西南 但是只过五年 他的吉方 这个地方 无论多胸 都是他 长岁之方 长 收长的长 写下来 长 收长的长 岁 岁数的岁 长岁之方 也有人叫做 长寿之方 但是 很多人 因为你说 长是长起来的长 所以他变成 长寿之方 我长命百岁的 哎哟 也 哎呀 不是的 他是收长的长 叫长寿方 长 不是长 那个长短的长 但是 你叫长寿方 那就 他就说 你常常睡在那边 你看 就不明这个道理的 所以 这个方位 是你 不管你的东命西命的 都是用在西南方 比较多 这个方位 不管你是什么命格 都在用东南比较多 因为他是你的长寿方 也就是 你如果在这个时候 朝向这个位置的话 他是好的 他是好的 哎 为什么不太顺呢 可能是不是什么 二黑星 三臂星 飞下来 七次星飞下来啦 是不是啊 哎 这样子 哎 是啊 我朝着东南方 可以啊 那朝着东南方 为什么是我的六煞呢 好 那你用一点东西 来画掉六煞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呢 是你的五年位 五年位 所以一定要记住 所谓大吉方 是不是要藏在那个方位活动 你可以这么说 可以 可以这么说 总而言之 这个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这个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也就是我们算命 看八字 算命看八字 指点风水 我们的秘密武器 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 他要经过你的推算出 要从你的命挂 来推算出 你的方位 再从方位 来推算出 你的挂项 所以 这个位置 是你的大吉方 也就是说 你本来 这里 你千万不要搞一个东西出来 就是 你是东命还是西命 你如果搞这个东命西命出来的话 那你又回去东命西命了 你走不出东命西命 如果你要走出来的话 你一定要这样子做 而且 你不能一个人 你一定要有朋友来帮你 你懂吗 一定要有朋友 来 你还算 你还算 那两个人连在一起的话 来 我们来看 对不对 明白了吗 这个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要记住了 要记住了 你记不住就麻烦了 不行了 所以 就是263 你看到这样 你可以这样子 1620行东北 60610 就是六岁十数 行北方 你可以这样说 每个人都会懂的 就是2630 行西南 我再走西南运 训的话呢 31 35 就在走这个训 训 31 35 就在走这个训 那么 不管这个位置 是你的 什么凶方不凶方的 什么鬼东西的 这个就是你的 藏着你的 寿命的地方 所以人家说什么呢 什么最重要呢 寿命最重要吗 对不对 寿命最重要啊 寿命最重要 没有寿命 你说什么呢 所以要把寿命 给藏起来 要把寿命 给藏起来 一旦知道 这个位置之后 你把这个位置 你的床头 朝这个位置 或者你只要 找到一个房门 就朝这个位置 不管这个位置 是任何的 吉凶相论 在你这个位置 就可以帮助你 这个位置 就可以帮助你 帮到你 什么样呢 帮到你很顺 那么 我们在这个时候 的运势 好不好 那底下 你就一定要看 底下 你就要看了 你在这个时候 到底好不好 因为你要分嘛 你要分五年 五年 等于十年 对不对 五年 五年 等于十年 而这个是我们的 什么 我们的年干 所以大家要写着 第一个是你的年干 就在这里 来 这个 这个叫做年干 这个叫年干 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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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月 这个是年之 年之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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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个时 下面一个年之 这个是月干 第三个是月干 月月干 这个呢 是我们的月之 第四个是月之 月之 月之 第五个呢 是日干 第五个 你们永远记住 从这边算 从这边算 一二三四五 第五个永远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跟你的 原神卡在一起了 它跟你的原神卡在一起了 你老 你突然间老得很快 还是突然间病得很多 还是什么 都是靠这第五个 一二三四五 好 第六就是你的日之 日之 这个是关系到你的老婆的 老婆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第六个 第六个是关系到老婆 所以好像比如说你看 第六个 它是一个男的还是女的 你看一下 男的对不对 男的 第六个 第六个在这边 一二三四五六 这个六 我们这样 看到吗 政才 也就是她的老婆 这个时候是 关系到她的老婆 她和她的老婆 她和她的老婆 在这个时候 等等等等 什么事再说了 好 来 这个 好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 年 我们的十干 这个是我们的十支 写下来 十 时间的十 干是这样子 一个二 一个一 那么十支是一个十 一个又 叫十支 把它写下来 好 那么记住了 我们在这个时候 是走十支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走十支的时候 这个时候 如果有子女心出现的话 比较好 如果这个时候 没有子女心出现的话 可能就是 孩子 要不然就是很多事情 要不然孩子忙 还是什么的 我们不管这个 总而言之 大家要记住 以后好教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里 这样子的 来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年 年干年支 月干月支 日干日支 时干时支 所以他现在走第三个 对不对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一二三 他在走第三个 对不对 第三个 第三个是在这边 是这样算的 来 第三个是这样算的 一二三 他在走 丁 丁 丁的上面 刚好写个七撒 对不对 好 所以这边我们写丁 写个七撒 好 写个七撒 那么这个呢 训五行属木的 我们叫做木火相生 这个平五行论 木火相生 所以他三十一岁的时候呢 七撒缠身 木火相生 七撒缠身 木火相生 好 所以大家 能不能够明白 能不能明白 冬绝命是什么意思 绝命啊 你怎么会看到绝命呢 绝命就是 我们的八字 我们的命格上 会有很多的阻隔 会有很多的阻挡 好 这个是一个不简单 不简单 但是大家一定要学 虽然它不容易 但是我希望你们别放弃 这个是 所以 为什么 我们要教你这个 因为教你这个的话 你就知道你的 长寿 你的长寿 也就是你的 长岁方 你长住你的岁数的 方位 这个是一个非常 不容易学 这个虽然不容易学 但是也不难懂 真的 这个不容易学 但也不难懂 也不难懂 只要你肯学 就是